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 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三百五十三集 周举也并不是范范之辈 是出了名的狠角色 昔日他与上司千位道有私院 千位道常挑剔他办案不了事 后来千位道得罪女皇被诬告谋反 他自请审理此案 在堂上广不行惧 放出狂言 功常责举不了事 今日未功了之 这句话 吓得千位道当堂认罪 随即满门被杀 这次审讯薛怀义 既是为朝廷除害 又是为同僚出气 他岂能轻饶呢 次日清晨 周举鹅官伯代 端坐右台大堂 文武立足列班站立 各色刑具陈列台上 他虽然不是大夫忠诚 但是自讨亲命过问此案 上司也要承让 左右肃政台的御史 补缺 时宜 怎能不来看热闹呢 大家都憋着一股劲 要给冯思绪报仇 堂上堂下 挤满了人 周举见这么多同僚捧场 不免有些飘飘然 心下暗自盘算 只要薛怀义一道堂 先威严恐吓 再以酷刑相邪 大不了啊 学学莱俊臣的损招 一定要判成死罪 即便得罪皇帝 把我流放岭南 今天我这面子呀 不能栽 此案过后 赫赫扬名 还愁没人替我美颜吗 怎料 卯政四克 升作大堂 足足等了两个时辰 仍然不见薛怀义到来 众力族都站累了 一个一个煮着棍子 打着哈欠 看热闹的官员 也都泄了气 散去了一大半 周举端端正正 摆了半天架势 腰都酸了 起身在堂上夺来夺去 一边活动腰腿 一边琢磨 难道圣上是在敷衍我 还是过后 把这事给忘了呀 不会吧 难道是那个银僧 胆敢抗止吗 他越想越糊涂 正打算遣散大堂 再去求见圣甲 呼听外边一阵喧闹 隐隐有马丝之声 众人匆忙跑到堂口关桥 但见薛怀义 身披紫家沙 坐骑大白马 扬鞭驰骋 无所顾忌 冲进宿正台 眼见众官员被他撞得四散奔逃 周举一声爆喝 大胆 持马入台 践踏群聊 何其无礼 哪知 薛怀义洋洋不踩 乐住江绳翻身下马 不紧不慢地把坐骑 往树上一拴 这才说道 这批宝具乃是圣上所赐 我持马入宫由来已久 轮不到你来教训 说吧 他趾高气昂 脉步登街 周举火往上撞 你虽是僧人 既奉圣旨到堂 便该遵守 话未说完 却见薛怀义从他身边擦肩而过 拨开人群 往堂上去了 左右立足早就看傻眼了 没有一个阻拦的 但见他快步来至公安边 大模大样地往正座上一躺 枕着双臂 翘着二郎腿 好不自在 受审之人占了正座 这案子还怎么问呢 周举肺都要欺诈了 他奔上前去一阵的赤马 大胆狂僧 纵容门徒横行无忌 殴打朝廷命官 还敢无视国法 扰乱公堂 真真是 无法无天之位 今日本官奉旨行事 就是要灭一灭你的锐情 快给我起来 薛怀义根本不理 屋子悠哉悠哉地躺着 待他训斥完了 一伸手 解开腰带 将僧袍一场 庞若无人 坦胸漏腹 还想退中医 你 你这是做神 穿好衣服 薛怀义和和一笑 姓周的 咱们敞开窗户说亮话吧 我挂名当个和尚 究竟干什么营生的 你会不清楚吗 听说你跟万岁 哭着嚷着叫我过来 还能有什么事 不就是跟你干一回吗 老子本是伺候万岁的 万岁叫我来 我不敢不道 其实啊 你小子有福了 老子叫你舒坦舒坦 咱们速战速决 此言一出 旁人是又气又小 周举办案无数 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无赖 早已经气得是蹊跷生烟 胡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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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玷污朝廷 快给我起来 本官要审你 听见没有 任凭他喊破喉咙 薛怀一硬是不才 一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最后 他打了一个哈欠 一跃而起 唉 你说的事 我全不知 老子没空跟你罗早 回庙去了 说着 他迈步就走 站住 周举都快气疯了 声嘶力竭招呼左右 把他拿下 狠狠杖则 命令下得干脆 西湖那没人敢动 立足们面面相去 皆有难色 您老倒是豁出去了 我们可不敢 这位可是皇帝的枕边人 我们哪招惹得起 今日把他拿下 明儿女皇要是回心转意 那我们活得了吗 浴室之中 不乏血性之人 早就撸胳膊挽袖子 可是一瞧 薛怀义这一身 威猛的肌肉 心里也开始发出 连李昭德他都敢揍 我们打得过他吗 这一案本来没有我们 要是管闲事 挨顿打 那找谁讲理去啊 在众人愤恨 武赵 武赵早已得训 他呀 耍了一个花招 一面派高严福责令薛怀义到堂 一面派人到宿正台打探消息 玩的就是汉文帝就等通的那一套 等周举动行立刻降召赦免 只是想给这小子来点教训 岂能真当成谋法案给办了呀 不料 薛怀义胆大妄为 哪儿把朝廷和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呀 听了周举委委屈屈的诉说 武赵越发不愈 冷冷地说道 这和尚八成是疯了 你不必与他计较 确实不能再审了 薛怀义口无遮拦 再审下去啊 弄不好会把什么公为隐私也给嚷嚷出来 不过呢 他话锋一转 至于他手下的那帮无赖之徒 倘有不法 任凭你处置 朕全力支持 是 周举心里有底了 当晚定更时分 薛怀义正与一干僧众饮酒作乐 忽有大队人马涌进白马寺 领兵的是右阴阳大将军李多作 周举 宋景 张德 王柱 唐凤一 桓严犯 等一群宿政台的官员也都来了 周举这次底气十足 板着面孔当众宣布 奉圣上之命 推举不乏 除住职薛怀义以外 所有僧人 杂役 一律拿下 此令一出 数百名士兵齐出 那群假和尚平日腰五贺六 欺负百姓有本事 见了官军就立刻腿软 哪里还敢抗拒呀 官兵一拥而上 踢的踢 打的打 绑的绑 捆的捆 稍有不从命 就是一顿皮鞭 和尚们顿时就改了佛号 不念阿弥陀佛 改喊 爷娘祖宗了 薛怀义见此情景 怒火中烧 有心撒泼一搏 却见李多坐顶盔灌甲 罩袍束带 手里攥着配件 正冷森森地盯着自己 他顿时气馁 仰面灌了一大口酒 颓然 瘫倒在了佛殿之上 周举抄检白马寺 经肃政台连日审讯 最终只遣回正式出家的僧侣 不到百人 千余名假和尚 皆被绳子拴成串 在军兵的压界之下 流放岭南 这其中呢 还闹出了一桩笑话 有一个老和尚 骨瘦如柴 伤痕累累 似是常被同伴欺负 仔细一审才知道 是詹红贯的道长 侯尊被掳到白马寺 强逼着当和尚 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 御使赶紧通知他的徒弟 把人接走 回贯里好好休养 事后 武诏当众表扬了周举 晋升其为 天官员外郎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 薛怀义终于清醒了 女皇虽然是他的床扮 可毕竟是皇帝 跟皇帝算情感仗 那实在是太危险了 身为面首 只有扶手听命的份 岂能任性赌气呢 全世熏天的李昭德如何 皇寺五轮如何 不照样说扁就扁 说求就求吗 想清楚这些 薛怀义不禁一声冷汗 决心痛改前非 挽回盛心 转眼到了正月十五 这一天不仅是大朝之期 更是上缘佳节 按隋唐以来的规矩 从正月十三到十七 皇宫不避宫门 民间不避方门 大街小巷张灯节彩 黎明百姓 逛景观灯 宴隐聚会 一概不受限制 有时皇帝也会登临城楼 与民同欢 薛怀义不会放过 这次献媚的好机会 提前三天就入宫准备 因大批弟子流放 他现在能知识的人也不多了 只好挽起袖子 亲自动手 带着十几名和尚 在明堂正前方 挖了一座方圆五丈 深达三丈的大坑 从白马寺把正殿大佛抬了过来 绑上绳索 放入坑中 在上面盖一草席 打算给女皇一个惊喜 但是仅仅如此还不够 他又找上方间帮忙 用大量锦段 在大坑上方 搭了一座 岔子烟红的宫殿 当然 没有女皇的命令 国库的东西 他不能动 这些彩段是历年女皇赏赐他的 李昭德修缮城房的时候 他都不曾献出一匹 现在为了讨好女皇 尽数从寺里搬来 一切安排妥当 已经是十四日的深夜 次日清晨 天蒙蒙亮 武照在明堂举行大潮 奸行节庆祭礼 京城九品以上的指使官皆致 薛怀义略微打了个盹 也来了 站在朝班前列 翘首期盼大家 文武百官见明堂前 多了一座紧断搭乘的彩棚 都议论纷纷 不解其意 随着宦官一声 皇上驾到的喧号 百官不敢再议论 紧接跪到失礼 薛怀义却顾不上行礼 忙向伺候在旁的和尚们 招手示意 昨天呢 他跟侍卫们交涉到很晚 说是要给女皇献上一份厚礼 总算是勉强留了二十名和尚在宫内 这会儿 群僧看到他招手 都忙跑到彩棚边 各拾起一条结实的绳索 齐心合力 拉了起来 百官顿时一阵的轻呼 快看呢 原来呀 这些绳索都被捆绑在坑中 佛像的底座上 随着僧人们合力扯动 佛像也从地下冉冉升起 正好出现在彩断筑成的宫殿里 此时 红日出生 灿烂的阳光从云间倾斜下来 恰好映照在明堂之前 给大佛镀了一层黄金 那五彩斑斓的锦绣宫殿 也愈加绚丽夺目 微锐声光 百官都被这奇景惊呆了 不得不佩服薛怀义的奇思妙想 那二十名僧人是一边拉绳子 还一边放声高呼 万岁驾到 佛自涌出 此乃祥瑞 百官不明所以 听和尚们这么喊 也想跟着附和 尤其五成四 五三四等杯 可是呢 话到嘴边 却见女皇款款而来 脸上毫无表情 看都不看得大佛一眼 女皇在高颜幅的搀扶之下 绕过彩棚 直奔明堂而去 群臣只得把送圣之词 又吞回到了肚子里 仍旧照例高呼 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五赵灯临明堂 一礼祭拜天地神明 上元祭祭祀 虽不及新年祭祀那般严格 也用不着亚县 中县 但是贵贵齐齐也要一段功夫 这可苦了那群拉绳子的和尚了呀 这尊佛像一丈多高 石头雕的 有好几百斤重 典礼又不准太多 无关之人参与 饶是这二十个和尚 身强体壮 拉一会儿那也累了 皇上瞧都没瞧一眼 住持又没给个准话 到底放不放下呀 众僧用尽浑身的力气 脸色憋得通红 咬牙坚持一阵子 实在受不了了 劲儿小的陆续撒手 随着东的一声闷响 佛像坠入坑中 没撒手的和尚 摔得四仰八叉 揉着膀子 半天爬不起来 薛怀一见女皇 视若无睹 心里边一阵阵地发凉 哪知 等到祭祀完毕 五兆一开口 他心里更慌了 众位爱卿 执此佳节 朕也愿儿等 愉悦康见 但是 咱们身为国之心腹 万幸之所养 设计之所细 注定不得清闲 昨夜 楼师德自镇外传来紧急军报 突厌 突厥莫绰 率众数万亲我丰州 他们此时来扰 分明是趁节庆之际 我军无备 朕定要还以颜色 凤阁鸾台听令 宿调王孝杰 率师征讨 再传令鞭亭各阵 命他们 兼臂清野 严加守备 所有驻军 借听楼师德指挥 宰相姚领章 李元素 当即领命 薛怀毅虽然低着脑袋 却已经感觉到了 百官都在注视着他 目光之中 充满了鄙夷 统帅三十万大军 十八元大将 用十半年之久 耗费资粮无算 结果 莫绰克汗 还是照样来犯 他打的那场胜仗 到底有何意义呢 薛怀毅 默然站在那里 脑中一片空白 后边百官的奏译 根本就没入耳 也不知站了多久 忽觉左右之人 进阶跪倒 这才意识到 原来已经散潮了 赶紧 也跟着三呼万岁 女皇缓步走下御街 依旧没瞧那座采棚 竟自上了御年 往泽天门 宣誉百姓去了 薛怀一绞尽脑汁 才想出这么一个创意 又里里外外忙了三天 本以为能够 重获女皇的欢心 非但没有得到半句赞赏 连一丝微笑也没换来 她沮丧了一天 不过 傍晚回到寺里 她还是继续给自己鼓劲 女皇啊 并非是寻常的女子 性情倔强的很 没那么容易哄 况且我犯过这么多的错 一定是诚意不够 还得呀 再加把劲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